香港最兴旺的行業莫過於金融業 從事這個行業的人普遍擁有較高的收入 但近年來這群人紛紛離開金融業 原因是甚麼? 接下來為大家一一拆解 我們問過幾位金融從業員 令他們想離開的理由主要有幾個 第一,經濟環境轉淡 過去一年,本港IPO市場集資額持續下跌 截至6月中,本港只有約40隻新股上市 集資額約17億美元 其中,5月份近非常慘淡 只有一隻新股上市 第二,香港投行不是傳出裁月 事實上,香港做投行 不外負責做中介相關的工作 要靠人物過活 客戶非富即貴 因此有客就有收入 所以大家競爭都非常激烈 第三,厭倦金融業枯燥的生活 幾乎所有從事金融業的朋友都說 覺得行業比較悶 現在是一個適合的時間離開 事實上 以前做區塊鏈相關的行業 給人一種好像賭徒的感覺 因為這個行業比較新 投資或發展這個行業就好像賭博一樣 不會知道最終能否取得成果 但現在很多金融人進軍 覺得web 3.0可能是一個發展的方向 並且會有更多的機會 這群人大多在2008年進入投行工作 見證過整個的金融危機 並且擁有不少的積蓄 據了解 這群人每年平均收入約300萬 最多還可以更達千萬元 他們離開香港或金融業後 有部分人轉行去科技公司 其中主要轉向發展web 3.0 嘗試發掘新的市民 今年4月第一項調查顯示 三大首選加密貨幣市場 分別是印尼、新加坡和香港 佔比為41%、30%和24% 另外有兩成四受訪者 表示有過加密貨幣的投資經驗 所以他們可以反映到加密貨幣的市場潛力 其實上年起 香港街頭已經出現了不少線下加密貨幣的兌換點 隨著行業的發展漸漸成熟 可以預計到將會有更多的金融人 離開本業 令僻新的天地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財經資訊 就記得follow up tv 啦